字幕提供 嗨!歡迎收看TPA News 阿希,你不要在這裡笑 TPA News已經開始了 對,不好意思 因為我看到今天的報告實在太精彩了 所以我忍不住在這裡笑 所以事不宜遲,我們快去報告吧 GO! 11月份的男人會將會在20號晚上7點 今次男人會的主題是 指成父業 男人要做個好的爸爸之外 還要做個乖子 父子姦要做到兩代同合是很重要的 所以鼓勵各位男人一起出席男人會 在10月24號星期日有家長組長會 時間是下午3點 地點是恩林中心 所以家長助理家長 組長助理組長 記得出席啦 阿希,你在這裡做什麼? 我想傳福音帶人回教會 那為什麼你不跟他們說話? 因為我也不知道說什麼好 不用擔心,上帝早已預備 接下來聖經事奉學院會有一場的報道跟進訓練 所以我和你都一定要去啦 當然啦! 11月26號晚上7點半鐘 恩林中心見啦 各位弟兄姐妹 知不知道我們教會是一間什麼教會呢? 我知道,我們的教會是一間行街的教會 所以接下來12月8號 我們會參與社區祝福行動 是啊! 今次由外網主辦的行動名為 轉化全程 ongoing 祝福街道齊應領 換言之呢,我們當日會一齊出去 透過巴士祝福巡遊和社區探訪 創意街頭報道來祝福我們這個所外的社區 時間是下午3點至5點 地點是基督教主人會 而當日也會有葵聰村加連話 我們會在葵聰村擺放遊戲攤位去祝福那裡的街坊 所以我們很需要大家用你的恩賜才幹 用你所有的東西去祝福社區 所以我們會招募五個服侍崗位 巴士祝福巡遊、社區探訪 創意街頭報道、遊戲攤位和大會工作人員 請大家記得向你的家長或者組長報名 而且寫清楚你可以參與的服侍崗位 鼓勵大家一齊學習實踐、討告報道 轉化社區,一齊轉化全程 ongoing 哇!時間真的過得很快 11月已經過了一半 弟兄姊妹,你們為下個月的慶典準備成怎樣 據可靠的內幕消息 接下來的12月24日夜晚 25日的下午和夜晚 一共三場聖誕劇 《愛與樹》已經準備得如火如肚了 無論台前、幕後、宣傳、設計、舞台、策略 都很努力,希望做到全民皆兵 當天獻上最好的生日禮物給我們耶稣 哇!真的想起都興奮了 大家記得繼續為這三場的報道會去討告 還有,繼續討告、報道和跟進三五成群 邀請十個人 把握討告機會 由同心討告帶動 大家一齊努力 下次TPA News的時間再見 拜拜